第3個內容的議程 我們現在開始 剛剛有提到說 會講到關於跟網站效能的一些問題 那我這個講題 會提到說 在我目前所經歷的一些專案裡面所遇到的效能 但有些可能 有些案例 等一下會有些是跟 你會提到說 跟JUGOR直接有關係的 也有一些跟JUGOR稍微一點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在案例裡面 有可能最後都會用到一些 後端的一些分析方法 所以我一定會綜合起來 案例然後後面提供五個 我們比較經常使用的一些方法 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鄭斌 或是社群的人叫Chris 然後旁邊是我貓人 黑上看不到 然後我在家裡常常看不到 那我們今天開始講 效能這個問題就是 什麼時候我們會遇到效能的問題 它一定是先開始有一些現象 那這些現象最常見的 通常就是網站裡面已經開始有人 認為它慢了 或者是你已經直接發現到 你的網站裡面的 504 或者是如果現在有些有NCDN Cloudflare 如果網站超過 執行超過100秒以上的話 它也會死給你另外一個 不會死 這樣子Time out的狀況 那有些時候也只是 老闆覺得慢 他感覺慢 覺得網頁開起來 某些執行效果速度 他慢的 可是那些真的是效能差嗎 其實有時候不太一定的 所以我們要來看一下說 這些有可能 什麼是造成效能慢的一些原因 它可能是連線的問題 有時候可能是你的網站 有很大量的連線不斷的進來 或者是有時候 台灣的 某大電信公司的 海嵐斷掉了 這也有可能 因為有些現在 有一些ISV 或是大家放的直接 VPS的主機 有可能放在東京 新加坡 甚至有在 其他的 其他的 美洲 歐洲等等 那這也有可能會造成 連線 或是覺得 在慢的一些原因 還有資源的問題 網站有時候 我們會載入了 可能無必要 過多的 檔案 不便 等等的東西 或者是有一些 有時候是 front end 我們在 比如說 剛剛 Victor提到說 有什麼 我們找到一些slide show 那slide show 有一種狀況 呃 客戶覺得慢 但是不是真的效能差 就是 你把那個slide show 射 跑過去的動畫時間 一秒 客人就會覺得慢 可是那是效能差 其實不是 那有時候是 呃 有時候給他0.5秒 他覺得 嗯 我覺得他還是慢慢的 你給他0.3秒 他說 你有快一點 還可以再快一點嗎 就是 這種也是 客戶他們會去感覺到說 慢的一些原因 所以有時候只是一些 使用經驗上的慢 那我們今天要講到效能的話 我們是比較看 真正程式去執行的一些問題 還有可能一些是程式的 有時候 呃 一個網站在執行的時候 他不一定是 都是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可能 外來的 沿線的資料 現在的 呃 網站我們在做開發的時候 也常常要跟一些第三方的平台 比如說 Facebook 或者說 一些 金流的一些雜道 我們會做一些 互相的 inbound allbound 這些連線 那這些連線的是不是順暢 也會導致我們感覺說 這個網站效能的 好或快 前面也有講到說 如果有比較多的使用者來 存取你的網站 那當你的 呃 主機的資源 負載不夠 資源不足的時候 確實也是很常見 容易讓人家覺得 效能開始變差 或是開始遇到有瓶頸的時候 它有可能是資料庫的問題 那因為 以祝福為主來講的話 在祝福發揮裡 大約你 用標準的安裝 也就是剛剛 箭子一開始執行 那個標準安裝 安裝完之後 你的資料庫已經有70個標左右了 那一般我們在 呃 比如說用Lava Rail 用其他一些自訂的一些 framework 去從頭開始打造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會去 一開始就規劃好 這麼多的標 祝福會一開始規劃這麼多的標 其實是有它的原因的 因為 我們剛剛看到 常常我們建立一個新的欄位 其實一個欄位幾乎就是一個標 那它有它的一些邏輯存在 讓我們 能夠方便的 利用剛剛一直有提到的Vius這個東西 去找出來說網站的觀點 那如果有用Vius 如果有經驗神出口來講 這邊其實會有一個重點 觀念應該會 可能大家比較清楚 就是 你選擇Vius在使用的時候 從哪一個Enterity開始 從哪一個資料開始 比如說有時候我們從 內容文章開始 有時候我們可能從User開始 其實是有影響的 那後面會有一個案例會講的這件事情 我這邊大概會有 好像有五個案例 那五個案例會跟最後的一些分析方法 會有一點點關係 那我先來看一下 第一個 我們有一次 遇到 網站居然被Dcard給DDOS了 而且這DDOS的來源 不是Dcard的網站 是Dcard App 那這個狀況很有趣 是當那一天 我們的某一個網站 他的文章被大量的存取了 然後我從一些記錄看起來 然後告訴他說 某一篇文章 它好像有 是不是你們剛有轉發到 Facebook或是其他的一些 媒體平台上面去 讓他有大量的曝光 那編輯告訴我說 沒有啊 他的GA 他們的一樣會看到GA這樣的資料 那GA的極視流量 看起來沒有啊 看起來很少啊 可是 事實上他從我們的 Weblog其實一直不斷看來 一直很新的紀錄 然後主題的負荷 隨著這個文章熱門程度 不斷的加重 最後我們發現到說 原來在女排版的第一篇 有講到月亮杯 然後他是 最熱門的第一篇 所以第一看的熱門第一篇 大概就知道說 那個負載有多重 結果後來發現說 原來 他這篇文章裡面 在右手邊 有一個 引用的連結 這個連結在App 跟在他網頁上的 行為非常非常的不一樣 在網頁上的話 如果去看 他其實就是一個很單純的連結而已 但是他App呢 他這邊做了一個 幫助使用者 能夠預先去看到內容的一個方法 也就是說 他會來爬文章 他會爬你OG 所以為什麼我們剛剛前面會說 他沒有GA的紀錄 因為他直接爬OG 不然突然跟摘要爬回去了 所以 那時候我們 發現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們先緊急的利用 CDM方法 讓使用者能夠比較 先排隊 然後我們再去 後面再去處理效能的問題 所以 可是這個東西 我們是怎麼去發現到的 好 那我們是會利用一些 Web Access Log 去做分析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 是我們當時 他不是出口做的 但是 我們發現到說 他 一開始接到這個需求 是發現到 他的首頁開始很慢 而且是開戰 大概一個多月之後 可是我們一旦接任務之後 我們就開始說 那我們必須要趕快解決那個問題 因為他的首頁 我記得開了大概 20幾秒才開起來 這裡面我們大概有分 開始去分析一下說 因為我們完全不知道 他裡面的程式的做法是什麼 怎麼去寫的 如果我們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去 查他的程式 去調查他的程式 可能會花更多更多的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用了一些方法 第一個 這個大概是我們看到的說 他的首頁居然在25Mb 他其實很多 有一個大的問題是 當時有疑問吧 可是其實後來 有發現到一個更 根本的問題 其實是 他在 右手邊這個區塊 我們剛剛 我上面有寫一個第一例 就是說 他們想要找七天內 最多人存取的文章 那我先生說 這個 他怎麼做 那你們也許 聽完這個做法之後 就會知道說 為什麼他在 一個月之後 就發生了這個瓶頸 讓他 產生很大的效能問題 他的做法是這樣 當一個使用者 做一個request的時候 產生一個timestamp 這個timestamp 減30天 然後 就開始去query 某一個 某 所有的資料裡面 在 這個30天內 有產生的資料 都把它query出來 然後 他的存取資料是什麼呢 每一個網頁的開啟記錄 這個網頁 這個網頁 其實他 第一個月上去的時候 其實就 還蠻熱門的 然後 那一個資料表 我記得 那時候看的時候 已經是300萬筆資料了 然後 他當時也是用 Miseeco設計而已 所以沒有 其實沒有想到說 有這麼快 會遇到這個瓶頸 所以 其實我們後來 很快的去 提供他一個 修改查詢策略 利用一些快取的技術 幫他解決到這個問題 因為 也許 當時在開啟的時候 他們認為說 即時我要非常非常的即時 每一秒都是即時的 那事實上 這東西是必要的 就剛剛 剛剛畢可講的 就是客戶的意思 我們常常需要把區解一下 再來還有一個 主播我們可能裡面 常用 我們會 會去 建一些 Term 建一些文章的 Tag 那這些Tag呢 可以幫助我們去 找些文章 那我們甚至 也有用他去 做一些 資料的整合 去計算說 這個Tag到底 用了多少 那在我們其中一個網站裡面 其實這一個功能 我們用一個Vius 去把這個Tag 跟他後面所包含的 文章的數量 來做這個 用Vius把它產生出來 這個資料已經做蠻久的 而且 其實一直都沒有 內容的問題 一直都沒有 遇到效能的問題 然後大概網站已經三年了吧 可是大概在 去年中之後 發生了一個問題 就是 開始發現 用到這一個資料的地方 應該說 這個資料有用到 那個頁面變慢了 我們當時還不知道 是這個表 它造成效能的問題了 那時候的文章的數量 大約在 三四千篇文章左右 那所以你們可以看到說 比如說一個Tag後面 其實它說 有標註的文章 其實已經有 超過一千 一千多個以上 那這些標籤 還更多 標籤 因為它隨便 一篇文章 可能都用到 五六個標籤以上 那它這個查詢起來 後來就變成效能的問題了 在一開始 這個查詢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 右邊它那個 執行查詢的時間 花了秒數 所以 如果有經驗的話 看到 看到這個 query的話 就知道 發現到說 這邊有太多太多的join table 而且它還有從 呃 這個地方 就有一個 出來的 又有另外一個join table 所以雙重的 所以 太多這種join table 其實是很不必要的 而且 應該是 蠻多用資料庫的 商集會 放在這裡 所以我剛剛一開始 有講到說 這個跟 呃 我們去 看那個 建立views的時候 很有一個關係 我們建立views的時候 這八個畫面 我們都會去選說 你到底要顯示 什麼樣的資料 可是這個資料是 決定了 你的 查詢 其實的資料表是誰 然後引移 讓後面也不斷地去增加 關聯的時候 其實都會從這邊 開始發生關聯 所以選隊 來源這個關聯 其實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最後把它改完之後 你們看一下這個 查詢的秒數差多少 我可以很 我那時候很驕傲 跟客戶說 我們讓它增加三百倍的 效能 所以這個 修改其實非常重要 所以你們看 這個table裡面 其實它就是 一個front 然後後面這邊 其實已經都是 單線的去做 就應配合 那跟剛剛的那個 效能級別 差異就很大了 那這是另外一個案例 是我們 在主播裡面 有一個 也還蠻方便的使用 因為它在 假設是說 新聞性的網站的時候 大家喜歡在 文章裡面去查一些 比如說 Treader啊 Instagram這樣子的 有一個 的內容 那有一個 那個 可以幫我們做這件事情 你只要 因為如果我們要去找 每一篇文章 那個 嵌入 的代碼 其實每個地方找都不一樣 那其實這些平常 它們都有提供一個 那個 O-In-Bade的 API 我們其實可以去 運用它 那這一個模組 就是幫我們做這件事情 所以 我們只需要把 那一個 假設你打開 ATM Treader 打開ATM Instagram 你只要把網址 像 Youtube 或是 Vimeo 也都有 你只要把網址 這一個可以幫你去做查詢 那它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 做這樣的 query 當 我們欄位把 一個網址打進去之後 它就去透過它的 這個 O-In-Bade API 去取得 一些資料回來 重點就是 我們最後把它 那個要遷入的代碼 就可以直接存起來 這個東西當時它把它存在 快取裡面 可是我們今天 後來發現 遇到的問題說 呃 我們在把它 修改成為 使用那個 MainCache之後 它的 快取就失效了 導致說 我們在去 爬這個文章內容的時候 大家想想 這三篇是文章 然後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是我們會在哪裡簽 有簽到那個 O-In-Bade的內容 其實在這裡 因為這邊是內文的摘要 那如果在產生內文摘要的時候 它當然會去做 query 然後會 query到 內文 然後它最後再把 它內文產生出來的資料 做 呃 刪減 然後前面幾個字 那所以 剛剛其實 那個快取沒有建立好的時候 它就會觸發到 它把 當我爬這三篇文章 這三篇文章裡面都 O-In-Bade的時候 它就都去做剛剛前面這個 query 它剛剛都做這個前面的 query 那因為就是快取這邊出問題了 所以它都沒有快取 所以每一次都在產生這個 request 所以這邊也發生一個效能的問題 那我們後來 其實這個就是 比較沒有辦法從 呃 DB 也沒有辦法從 GA或是其他網頁上 直接可以看得到的 我們只觀察到一個想像是 他們覺得 呃 文章的列表 開始覺得變慢了 那我們後來是怎麼找到問題的 等一下後面我們再來看說 我們到底怎麼去分析 那我這邊就會提到 呃 今天這個題目的主要就是 五個 五個我們比較常用的一些分析的方法 因為 你要是不趕快 不趕快把一些問題出來 當今天效能出問題的人 同一台主機上 如果有不同的服務的時候 你的老闆應該會問你這些事情而已 他不會問你說 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他只問你有沒有解決下這個問題 所以 最簡單的 第一個 呃 比較常用的方法 大家可能就會 比如說用Chrome打開 來我們開他的DevTool 我們DevTool 其實這個 他現在新的功能已經蠻多的 今天我們常用一些 呃 線上其他的工具 他就幫你找出一些畫面的 描述的截圖 現在新版的Chrome領域 已經有這個地方了 你比較快 可以 呃 數據化去理解 我的 網頁 執行到什麼時候 他的 使用者看到的感受是如何 那下面 就已經大家應該蠻熟悉 其實是有一些 資料 他是譬如說圖片的資料 JavaScript的資料 或是單純 呃 頁面產生的內容 他花的時間 等待時間 跟他的準確狀態是很合 所以像剛剛我們提到 那個 某一個網站首頁 居然他的 呃 呃 DFB 就是開始有資料回來 然後到 資料完成的時候 居然 花了25 25Mb 下載25Mb 那個就是我們第一個跟他建議說 如果他們有開發 他必須要先把這個問題先解決掉 那其他的 我們 又後續跟他建議說 那個 資料產生的問題 那除了說 我們可以這樣自己看之外 從以前其實一直 也有在 常用的 而且這個網頁其實 到現在都還蠻好用的 叫 Webpage test 這個功能 那 會再把它特別提出來 是因為 最近在使用的時候發現 其實他有從台灣的那個 GCE的主機這邊 配發 測試 所以 如果你們想要去測 就是從台灣這邊的實際上 執行的效能問題 我覺得是還蠻好的 其他我看到有大概 最近的可能從澳洲吧 那這一個他可以去幫忙 就是說 做到 自動化的多回合測試 也就是你可以告訴他說 請你幫我連測 三次 五次 這樣的時間 可以取一個中間值 提供來做為參考 所以 這一個工具 我覺得是說 我們其實要找慢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 必須要先讓數據說話 因為 要比較 然後我們要找出來 像這個剛剛的工具 他比較適合分析前方的一些效能 如果一些 剛剛講到說 其他 比如說 query 或是程式的問題 是找不到 但是我們必須要先找出真正 慢的原因 最像我們剛剛講的 感覺慢不一定是效率差 他有時候真的 跟網站效能沒有關係 但你真的放了太多 太多的資料在裡面了 那這個工具 剛剛這種 可以幫我們很快的 用一些數據來解釋 到底哪裡慢 然後是不是有一些 進一步的 需要去分析的 是不是有一些我們外部的連線 可以讓 如果是有 query 從前端query API 也可以從那邊看得到 還有那個 或是 的東西 可以去查得到 再來 第二個是 一個 做一個 Web Profiling的東西 那在這個 就是 Drupal裡面 有兩個 還蠻有用的 其實 就是7跟8 都有一個模組 然後在 在Drupal模組裡面到8的時候 它獨立的一個模組 叫 Web Profiler 這個東西 它可以幫助我們 比較快就了解它 那這個在7裡面 7 7裡面的話 基本上 我們把 Drupal這個模組的設定畫面 打開來 其實已經可以把 它的query log 叫出來 那在每一頁 如果你有用到views 或是某些模組 他可能有做query查詢的時候 他可以把query的狀況 像這樣子寫在下面 那左手邊 這邊可以看到有 紅字的 這邊是他把 那個秒數 我這邊 按照秒數排序 也就是代表說 這一個query 它花了 多少毫秒 然後大概 大概是在哪一個 像這個看起來 看得出來說 這是透過一個 地獄池的設定值去 產生出來的 那還有可能還有更多的 那7的話 這已經排算是 好用了 可是8 把它獨立出來說更好用 如果開那個web profiler之後 你會在你的下方看到這個東西 他可以看到 呃 QHB的執行的消耗的記憶體 畫多少時間 狀態 目前的使用者 等等 都在這裡 然後剛剛如果相對來講到 然後那個 EB的query log 的話 可以看到有一個 在他被子的地方 然後還有 你的頁面用了幾個views 像這個是用了一個views 然後也用了幾個區塊 有用了幾個form 然後快取的動畫等等的 這邊 就還蠻方便 這邊可以看得出來說 它直接把 這邊有用到query的 資料顯示出來了 在Drupal的這個profiler裡面 它在顯示這個query的時候 有時候它會用 呃 比如說 sid uid 這樣子一個placeholder 去顯示 那它不會顯示說 我現在比如說 我用uid 一下去查 它可能就會寫冒號uid 所以 比如 因為字比較小 沒關係我用不小 它這邊是 select的一些資料 where sid 這邊寫冒號sid 那這個你可能 有時候你可能會需要說 那到底是哪個sid 因為它已經知道頁面了 所以這邊有一個 swap faceholder 它可能就會把 它實際上在進行這一頁 用到的那個 數字 那個指告訴你 所以它這個 這個8的版本裡面 就還蠻方便使用的 甚至它在php這邊 也可以做到一個 直接的timeline 那它這邊是按照它的 執行所有 有用到的 一些service 啊 一些程式 然後它分別 比如說它有不同的 selection 它可能是event listener 它可能是event listener loading 或是有些是 像黃色的 黃色是純粹是 剛剛講到的template 它所執行的時間 那有些最後還有一些 黑色的 它是service的東西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來說 哪一些服務 或是哪一個部分的程式 花了比較多時間 在做這個事情 所以這個web profiling的話 它比較適合 分析特定路徑的效能問題 也就是說你知道 可能哪一頁 或是哪一個路徑 效能比較不好 那剛剛前面那個 其實web access其實也是 那這邊多一個說 你可以了解到 pc記憶體的使用量 然後了解一下 當業的curry的表現 那我們回到剛剛的地方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我們是怎麼樣去 發現到的 我們後面開始就會需要用到一些 後端的一些資料紀錄 那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後來是利用到 Web access log 去找到的 不管是 Apache或是 nginx 其實都可以有一個 這個 assess log 那可是這邊有一個 assess log 它一個很關鍵的是 user agent 我們會找到 之所以會找到的 dcard 是因為 我們看到 user agent 有奇怪的名字 就是 一直去query 那個文章的 結果發現有dcard 的user agent 讓我們 能夠比較 明確的找到 那個問題的所在 然後我就真的去 裝那個dcard的app 然後發現 原來真的有這篇文章 做了這件事情 那幫助我們去找到 在 可是 這個web log 它 你常常會看到 有很多很多的資料 就像第一行這樣子 非常非常多 可是 你一行一行看 其實有時候沒有辦法 帶來什麼 感覺 你不知道到底是多還是少 所以我們用一個工具 這個是go access 看一下 換一個 看不得清楚 這樣 那時候其實我們第一件事情 我們先去做 我們先去把它 那個assess log 把它全部抓下來 然後在上面去跑 其實它可以幫你跑 就是你那個assess log裡面 大概花多少時間 然後它下載哪些檔案 然後哪些最耗流量等等 那其實它有一個重點是 像這個地方browser 這邊幫我們去整理了 這邊幫我們去整理了它這邊有的 它這邊有的 那個 user agent 這個東西叫 go access go access go access 其實它有一張圖片 500K而已 可是它在一個禮拜之內 耗掉了10G的流量 所以 它那個是當 那一個期間裡面 就是第一名的 所以 那張圖片 如果你把它縮小 其實它可以用更小的 比如說只要五分之一 那你的流量 就減少了非常非常多 然後再來就是 然後再來就是 剛剛另外一個案例就是 Oinbet 可以取的問題 這一個東西它就 比較 會麻煩一點 因為 我們 就變成說它是 access log 就看不到的 然後再 如果我們用一些 confine tool 其實也沒辦法直接的看到 那 有一個東西很好用 它這個是屬於PHP的問題 我們那時候也去查一下 PHP裡面有一個slot log 它可以在一個 一個執行裡面 如果它超過一定的 你設定的時間之後 它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 會有給你一個 PHP執行的一個stack 那你可以知道說 它執行的流程 那中間 我們就有發現到說 有一批 都執行比較長的時間 中間有一個關鍵 就是 因為我們自己 做這個model 去安裝這個model 所以 有發現到 Oinbet這個事情 那我們比較有線索 可以去找到這件事情 那 PHP slog 這個預設是 沒有直接開的 那 可以在 appage 就是它的config裡面 可以去把它執行出來 那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們要能夠去 去理解說它底下這個執行的流程 這個stack 它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它這個 其實就有辦法讓你去找到這個問題的所在 那我們剛剛還有講到就是 另外就跟 查詢的效果比較有關係的 包括說我們熱門文章這種查詢 或是這種標籤的分法 我們當然最後也有找到 我們知道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把預詞去做修改 可是我們一開始怎麼去找的 它確實 呃 剛剛講的PHPslog 所以Micycle應該會更清楚 比較更多人知道就是說 呃 Micycle裡面 也有slog 這也是一樣 你在Micycle裡面 就可以把這個slog給打開 然後 要求它 執行多少時間 超過多少時間 1秒 或是3秒以上 這樣子的執行 你就把它記錄下來 這也可以幫助你們去找 一樣 它可能也是一條一條這樣的記錄 所以 有什麼方法可以讓我們比較 像剛剛那個 那個GoAXS這樣看 我目前是還沒有 找到 有GY的查法 但是 那時候是 我用了一個就是 Precona Toolkit 這個東西 它其實蠻方便用的 所以 你如果在你的社會上 會去抓了 Precona Toolkit的話 它會有一個 就是PT Query Digest 這個指定 可以去幫你分析 整合你所有的slog 它看起來 大概會是像這樣 它會 最上面是一個 統整的摘要報告 然後底下 會幫你把 你所有log裡面的排序 按照花的時間排序 排出來 然後 這邊每個可以再往下查 因為它會把每一個 那個 執行的query 都把它 清楚的 查出來 然後也會給你每一個 單條 query的這個 整合的報告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比較整體知道說 假設 這一個它是效能化很高的 我們可以知道說 它 費用了幾次 然後 它花的時間是多少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呃 那一個 就是 即時的 七天內的紀錄 就是 有三百萬筆紀錄 那一個 你就看 因為它是首頁嘛 所以它在 我這個報告來的分析時間裡面 被 偷了那麼多次 那其實它就是 做這件事情 就是 把每一個點 全部都記下來 那一個很恐怖的 時間表 所以它後來 花的時間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其實 跑完這個表 其實很快的 可以看得出來說 喔 你知道你做的那個查詢了 那這個查詢 如果你是自己寫的PHP的話 你就可以去把你的 那一個 query的syntax 把它找出來 那 這個可能就是我們 單一個我們看到 如果我們從 jupor的話 呃 它我們會看到 這樣子一個query 這是 剛剛我講的 左邊這一個 做這個表 它這個query的log 它看起來就是這樣 那一樣我在 slowlog裡面把它看出來 可是 在jupor裡面 它比較 會比較 把它找到其實會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 如果你是自己寫的模組 你當然會自己寫 那個query的syntax 或是query的 那個 結構 可是 就是 views的話 有時候會比較難找 那 在一般來講 我們常常會用一些關鍵字 比如說 view的名稱 回去查 我們可以利用 它裡面有 可以找到說 這個views被使用 在哪一個entity 被使用 那當然 這個是可以查到的方法 不過後來 建議大家有一個方法 它其實可以 比較快速的幫你找出來說 這一個 如果它是從views來的query的話 怎麼樣可以幫你比較快定位到 在views裡面 它有一個進階的 叫做 query options 常常 我們會把它打開 應該最常用的一個是 你想要去選擇 那個diskink的資料的時候 我們會把這個資料打開 但是裡面其實有一個 小小的密集的地方 但是通常會忽略 其實我也是 在做這個時候發現 原來我可以這樣子用 那就 跟大家分享 這邊其實有一個query comment 那這個 東西就是 它來幫你說 它會產生這個query 可是 它在query裡面 幫你加上一個註解 最後你得出完 雨的時候 log裡面可能會看到這樣的東西 所以 你就把 譬如說它 query id 或是代表這個views 你可以辨識的資料 寫到那個comment裡面去 當你哪一天 你去找 你的query的記憶的時候 你就可以更快去定位出 它是哪一個views 所發生的事情 所以 以上是我講的五個 我們常用的一些方法 那它其實從 應用的範圍 從單點的路徑 我們知道單點路徑 你可以去運用 可以從前面兩個 先去找出來 是不是問題 問題可能會在哪裡 然後 如果你不知道問題到底在哪裡 可能就是整體 老闆就告訴你說 我覺得網站現在很慢 開到哪裡都很慢 我不知道到底在哪裡 後面兩個可能就是 可以比較系統性的 整個搜尋的 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那通常 如果是比較偏前端的 我們可以在1或2這邊 就可以找出來問題了 那如果說 發現這可能不是前端問題 需要到後端的DG的時候 通常就會用到 PHP或蠻是一個 收錄的 那如果好的話 可能在Webfile這邊 已經可以提供你一點點訊息 知道說到底是query 還是在PHP這邊出問題 所以最後總結一下 就是 在做這個效能的分析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 一定要盡可能去了解說 造成問題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盡量去用客觀的數據 去具體描述慢 這件事情 它的原因 它的感受是什麼 而不要就是 就是由於 除了感覺去跟 不管是開發者 或是你的使用者去溝通 然後感覺慢 真的不一定是效能差 這個問題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找出來問題 用數據 告訴你這個答案 然後要找出來 適合你分析前端 後端 Juple裡面 這些query的方法 的一些問題 那最後希望大家就是 最後都能夠找到一個 很好的方法 發音效能問題解決掉 那其實 這份簡報裡面 有 也不是我真的 有些經驗不是我自己來的 也很謝謝 曾經有幫助過 提供我一些工具 一些方法 一些朋友 那我才有辦法把它整理成 這樣子的一個簡報 如果希望 大家對於 中國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 中國台灣加入我們的粉絲團 這樣子 謝謝